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 我們一起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林鄭在23日即是星期二的時候 出席一個活動所說的一番話 就被認為暗踩梁振英 第二宗消息 著名的梁粉陳啟忠 昨天點名 狠批現屆的特區政府是無能 雖然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 還有一年才舉行 但是國路人馬似乎已經開始磨拳擦掌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林鄭說的那番話 為什麼會被認為劍指梁振英 他在星期二的時候出席了一個經濟峰會 在會上引用了歐陽修的一句說話 他說 善治病者必依其受病之處 善救弊者必失其起弊之源 林鄭認為 本港的病之處、弊之源 未有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因此 積累的問題越來越多 他還說 中央一直都希望本港能夠自我改善 但是 過往有很多人 即使身處在重要的位置上 都對於問題 視而不見 見而不理 中央是經歷過2019年 黑暴之後才忍無可忍 決心 完善 本港的選舉制度 他後面那句 就不用理 其實整句說話的重點 就是在說 不點名來批評有些 畏高權重的人 對於問題視而不見 那麼究竟 他在說的是哪一個呢 我看到有藍絲媒體 就將林鄭的這番說話 演繹成為 是說給那些地產商聽 例如就是成哥 但是我認為那種的說法是不可取的 因為林鄭在說的是 要身處在重要的位置上 在那邊 成哥一直都是管他自己的企業 他從來 都沒有在香港擔任過什麼重要公職 就算他看到有些問題 那又如何呢 他沒有得來著手解決 所以一定就是在說一些政界重要位置 所以難免讓人會聯想到 其實他所批評的是那些前任的行政長官 事實上來說 林鄭也不是第一次 將那些前任的行政長官擺上台 比如說在去年10月 梁振英曾經批評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就說他 為官被視平生恥 林鄭見自己的馬被人移動 當然他就是沒有揪手旁觀 當時他就批評 說以往的政府 做事是比較避難 但是今屆政府 就是會迎難而上 回應訴求 為什麼林鄭會用上避難這個詞彙 其實就是源自於他自行 構思出來的管治新思維 或者說 治不求疑 事不避難 而這八個字 習近平總書記都曾經用過來 稱讚林鄭 當時林鄭當然是意氣風法 不過那時候已經是在說四年前的事 2018年的事 林鄭就試圖將過去那麼多年以來香港所積累的問題 歸咎於過去的特區政府 但是他這一番的說法根本上就是沒有道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自己本人在那麼多屆的特區政府當中 其實都擔當著一個重要角色 他自己都是在做高官 尤其是在梁振英政府當中 他還做到政務司司長 那麼你在特區政府架構裡面 都已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 如果過去有很多人 居於一個重要位置上 都對於問題視而不見 見而不理 那麼當時你擔任這個政務司司長 難道 你是完全沒有責任的嗎 那麼你有沒有對於那個行政長官作出什麼提點呢 如果有 而行政長官不接納你的提點 或者不理睬你的時候 那麼你又繼續做下去的 其實你也是有責任的 而且林鄭近日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就重複提到 港澳辦前主任黃光雅所提出的 四項特首條件 分別就是要愛國愛港 有管治能力 獲中央信任 以及得到市民支持及愛戴 另外他還說 出任特首近四年裏面 他就認為 要做特首就要多加一項條件 就是要有堅定的性格 以及有堅守原則 正確的事就要排除萬難去做 他另外加上他那項條件 當然就是幫自己面上貼金 他就認為自己是有堅定的性格 因為他自己也是自稱好打得 尤其是 他跟梁振英之間的 隔空互抽 往往他自己本人都是親身上陣 但是 梁振英方面 不是他自己的 而是他有很多的御用打手 幫他掃除障礙 總之 誰是有機會有潛質 做行政長官候選人 近日都被他那些 糧粉打手來動 比如說張志剛就動曾鈺成 屈穎妍就動唐英年 但是原來 後來被人發現 原來屈穎妍真是姓屈的 他就說唐英年是曾經做過西九管理局的副主席 經查證以後 根本上 唐英年就沒有做過這個職位 而在今個月初 梁振英接受路透社訪問之後 路透社那篇報導就說 梁振英是不排除會復出做特首 梁振英自己都說他是幾百萬個合資格的參選者之一 相信他這番的說話 亦都會令到林鄭產生了高度的警覺 通常隔空抽擊都是有來有往的 林鄭講完這番說話之後 在昨天 著名糧粉陳啟宗 他罕有這樣炮轟 現界的特區政府無能 他在 年報裡面 撰寫了過萬字的 至古東銜 談及到香港的前景 他就說 大多數的人 可能 都不喜歡現界香港政府 因為 他施政無能 很不幸 這種敵意 就被轉移到中央政府身上 意味著 只要北京今後不會愚昧地支持無能的領導者 在一定程度上 仍然能夠挽回香港人的心 按照他的這番說法 第一 他就說林鄭月娥是無能的領導者 第二 他就認為 如果北京繼續支持林鄭月娥做下去的話 就是愚昧行為 第三 他就將 過去兩三年社會事件的責任 完全歸咎到林鄭月娥一個人身上 而且還幫他扣了一頂很大的帽子 就是 說他使民的敵意轉移到中央身上 就算陳啟宗的這番說法 不是成立也好 其實 亦都幫不了梁振英什麼 因為就算梁振英執政時期 當時的市民是不是很熱愛 特區政府呢 而梁振英有沒有展示得出他的施政不是無能呢 在梁振英執政期間 市民的敵意又有沒有通過他而轉移到中央政府身上呢 根本上梁振英一上台無奈就已經撞正反國家運動 去到2014年又有佔領行動 所以 他執政的時期 一樣是難以復中 陳啟宗還說了什麼呢 他又踩一下香港人 他說 看著內地旅客怎樣在香港消費 香港人 以往毫無根據的優越感 已經是嚴重受挫 香港人在經濟上失去優越感 就在政治上發洩 我完全是不認同他這番說法 你說看到大陸客在香港消費 為何會令香港人的優越感受挫 其實香港人為何會這麼討厭 某部分的自由行旅客 第一就是因為那群旅客根本上是低端旅客 他不是去做高端消費 你說如果他走進去金譜那裏 只是去買金 又或者去買那些名標 我相信市民是不會反感的 你就買都夠了 對不對 最好你整袋銀子擔下來買 關人什麼事 但是正正就是很多低端旅客來到香港 去買一些民生的必需品 去藥房那裏掃奶粉 有些旅客就低端到連賓館都不住 走去郊野公園扎刑 或者去麥當勞那裏睡覺 又有 而且有些旅客就完全不檢點的那些行為 到處哀鳥又有 或者牽著行李箱不看人 滾腳又有 所以 你也要理解到為何香港市民 對於這班人的 感覺是會這麼差 印象是會這麼差才行 根本上就跟那個所謂的優越感是無關的 你走來消費優什麼月感 關人什麼事 我經常都說一件事 這些旅客 她為香港有沒有帶來一些經濟成果 是有的 問題就是 那些經濟成果就是由極少數人掌握了 大部分市民根本上就沒有分享到這班人所帶來的經濟成果 但是就分擔了這班人所帶來的成本 所以我真的看不明白 她說香港人在經濟上失去優越感 就在政治上發洩 又連繫到內地旅客在香港消費這個議題上 到底有什麼關聯呢 而且她說到香港人在政治上發洩 喂 為什麼香港人要爭取普選呢 其實這件事根本上就不用爭取 基本法寫明說要有的 既然間是承諾了的東西 你就兌現了它就可以了 如果這個承諾是得到兌現 那還有沒有人在政治上做所謂的法事行為呢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